mimi mimi 嗨!大家晚安 東東晚安 好哥晚安 哈囉 坤坤 是 光溫壞晚安 友情晚安 哈囉小碗小晚安 嗨 嗨 晚安 嗨 熊熊 晚安 嗨 嗨 嗨 杰克 晚安 德瑞克 晚安 微笑的咪咪 咪咪 晚安 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 嗨 蘿莉拉 晚安 綜藝 晚安 小翔 晚安 謝謝太空 伊芳希 謝謝San的小辣椒 晚安 果凍 九號 晚安 今天好 施雅瑟 這個原傳已經被命名為 施雅瑟了吧 這個不是叫做什麼 Tiffany 蘭 是嗎 哈囉 雲龍沙盧 謝謝德瑞克的摩天輪 嗨 阿基拉 辛勤丸 謝謝果凍九號的夢幻泡泡 謝謝俊家的花花 謝謝小寡面線的真情告白 嗨 太空 嗨 太空 威魯 晚安 洛康 晚安 哈囉 Kiwi 不想看嗎 晚安 謝謝辛勤 謝謝 大家的會員票 哈囉 Tiffany 是Tiffany 是Tiffany Tiffany 藍是什麼 我自己自創的 我常常把東西搞混 謝謝夏娜的四葉草 謝謝潘蘿拉的小雞 蹦蹦 哇 這個小雞頭上 有豆苗耶 我今天才發現 謝謝潘蘿拉的 夢幻也紅 布魯斯藍 怎麼顏色就顏色 還那麼多名字 那有Mina黃嗎 鑽人晚安 謝謝俊家的告白氣球 Mina覺得這件是綠還是藍 蛤 直接就 它是藍綠啊 藍綠色 它不是綠也不是藍 今年是Mina綠了 倉鼠綠 倉鼠綠是一個草地的顏色 亞班到現在 哇 辛苦了 這麼晚 我都已經 我都已經 我都已經吃飽睡飽了 請問可以得到18歲生日快樂嗎 新畫 新畫今天18歲生日嗎 新畫18歲生日快樂 祝你耶 永遠都是18歲 過了18歲以後 真的就覺得 怎麼講 就是 年紀過得 長得很快 以前都覺得18歲怎麼那麼久 然後過完18歲之後就 天啊我今年要26歲了 希望永遠是18歲 不過年紀到底不是重點啊我覺得 因為 長得年輕就好了 我長得就 挺年輕的 自己說 有嗎有嗎 謝謝伯仁的粉玫瑰 紅毅哥 紅毅哥晚安 你什麼時候變成 哥了 Mina長得才5歲 哪有啊 其實我比很多 粉絲們年紀都還要大耶 我以前 對其實好像真的是這樣 應該說以前 一開始我的粉絲的客群 文客群 啊不是這個客群 就是我以前的粉絲群好像都比較 年紀比較長 就是我可能是那種 比較長輩會喜歡的 唉這個很圓潤有福氣啊那種 對然後 現在的話 開始有一些年輕的粉絲 對就是 後來慢慢才有的 然後 當然也不是說之前完全沒有 但是就是 現在我的粉絲群 有 逐漸 年輕化的趨勢 也不能說年輕化 應該就是說客群 變廣了 客群 嗨客群變廣了 對啊 有人是客群嗎 客群這名字應該 挺常有的吧 對然後 我為什麼剛才一直講客群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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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客群變廣了 比較有 有一些年輕的粉絲 新粉絲進來之後 然後我就發現 天啊 就是我已經不年輕 也有可能因為我的年紀也一直在 增加 畢竟我當偶像也已經四年的時間了 就是我年紀增長 然後 新進來粉絲 就是很多很多年紀都比我還小 所以你們不能再叫我妹妹了 對其實我是姊姊 對 阿可晚安 代代 代代晚安 所以你們要 教我姊姊 快要17算年輕嗎 比我小的都算年輕 如果我今天 一百歲的話 九十九歲的也年輕 這樣子的意思 哈囉 L晚安 哈囉 Darri 晚安 Obi 晚安 哈囉 超之虹 對比我小的都很年輕 比我大的是長輩 比我大的是長輩 也不能叫做長輩 以輩份上來說確實算是長輩 但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叫你們長輩 就是 偶像跟粉絲之間 偶像跟粉絲之間 是有輩分之分的嗎 好像也還好 因為我 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但我自己比較喜歡 跟大家是 朋友的感覺 沒有距離感 今天有外出嗎 沒有 這種天氣怎麼可能出門 一出門我臉頰就融化了 我融化了我本體沒了 你們就 就不認得我了 我怎麼可能出門 這種天氣不能出門了 要再加冰好 這個 臉頰都出門會融化 中和叔叔就叫叔叔沒關係 對 我是叫他叔叔沒錯的 Mina都在加吹冷氣還沒有 其實今天都沒開冷氣 只是 怎麼講 我們家其實不算是 就是我們家其實蠻悶熱的 但我個人是 耐熱的 所以我可以待在家裡 至少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外面直接太陽曝曬還是會 比較熱啊 我們家是冬冷下熱的這種 就是方位不好啦 我是大福嗎 不是我是冰淇淋 太熱就會融化 好節省 但我覺得今天其實沒有 今天沒有很熱啦 之前的話都是 午後會有雷震雨就會很悶 但今天 我們家這邊今天是沒有下雨 所以還好 下過雨 不一定會比較涼 下過雨那個水蒸氣上來反而更熱 然後今天 因為沒有下雨 我覺得還OK 因為平常奶奶回家吃晚餐的時候 她都會說要開一下冷氣 不然吃不下飯這樣 可是 今天我有問她說要不要開 她居然說不用 奶奶是超怕熱的人 她都覺得不需要開 所以應該是還OK 巧克力跟奶油太熱也會融化 對齁 那我是巧克力還是奶油 我應該比較像奶油 巧克力要黑一點 可是有白巧克力 那你們覺得我是什麼 我是白巧克力還是奶油 我應該是巧克力耶 因為巧克力很甜 跟我一樣很甜 奶油大福感覺就不好吃 應該說大福裡面不是本來就會放 奶油嗎 欸 大福裡面好像也不一定會放奶油 通常是紅豆跟草莓啦 明娜應該是棉花糖 棉花糖 喔對耶 我也蠻像棉花糖 天啊我到底是什麼 每一個都像 其實我每一個都喜歡 只要是甜食我都很喜歡 我還好看 新北下大雨 淡水出大太陽 是喔 奶奶說他們公司今天那邊雨也下很大了 但我們家這裡是沒有下 可甜可鹹 可甜可鹹 什麼東西可甜可鹹 奶油 奶油可鹹可甜啊 但是現在也不能 好像 冰淇淋也可鹹可甜 棉花糖搞不好也可以做鹹的 章魚霄都可以有甜有鹹的 現在還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做 有什麼東西做鹹的不能做甜的 好像都可以耶 披薩也可以做甜的 你不覺得現在已經 就是各種創意料理出來 已經沒有說什麼東西 一定只能鹹的 你要做甜的也是可以 只是大家 接不接受而已 哈囉笑笑晚安 夏威夷披薩 夏威夷披薩很好吃啊 夏威夷披薩好吃 好啦我不挑食我有什麼東西覺得不好吃 我什麼都吃 可以用蘇打餅乾 加烤棉花糖 但我覺得 一個很像牛軋餅的概念嘛 但你要吃會好容易飽喔 如果一直烤棉花糖我可以吃好多喔 像我們上次不是去阿里山 露營嗎 然後晚上我就一直狂烤棉花糖 我可以吃好多 那我吃 我可以吃很甜很甜 他們今天又去了 喔我有看到 斯亞跟小迪 他們去露營 但也是阿里山嗎 煉棉花糖 他不太有美 阿里山 你看差不多 OK 燒烤它不是放後甜點讓你選 有的是棉花糖 然後每次 可能跟奶奶還是誰 跟朋友去 然後他們吃一顆就說好甜喔 然後有多的就給我 因為我可以吃很多 Mina吃過炸巧克力嗎 炸巧克力 沒吃過耶 是這個嗎 炸Oreal 在Oreal我有看過 在夜市有買 我之前也有買過一次 超級好吃的 超級好吃的 可是很罪惡 超級胖的 謝謝修哲小辣椒的願望 霸丸可以做甜的嗎 可以吧 霸丸裡面包紅豆腺感覺好像也很合理 聽起來就好肥 那個真的超好吃的 我以前都沒有吃過 小時候爸爸媽媽都不買 因為可能覺得很貴 還是因為覺得不健康 長大之後財富自由 我可以自己買 可是那個真的 我覺得偶爾吃一次就好 而且不可以一個人吃 因為太胖了 你要share給朋友 那還能叫霸丸嗎 霸丸裡面沒有肉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 謝謝劍谷的玫瑰 謝謝俊傢會員票 羨慕有朋友 沒有朋友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分路了啦 我以前買那個賣當當的兒童餐 因為我以前食量很小 一個套餐一個set我吃不完 所以我都點兒童餐 然後以前兒童餐都是有送玩具的 但那個玩具我又不需要 我只是因為不想浪費 所以點兒童餐 對 然後就會送那個玩具 我用不到 我就會 就是 走在路上 或是 就是對 就走在路上然後就看到有小朋友 然後我就 我就跑去搭訕小朋友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送 是哆啦A夢還是什麼之類的 還是Snooby 然後我就問小朋友說 你喜歡哆啦A夢嗎 然後小朋友就 喜歡 然後我就現在這個送給你 然後小朋友就很高興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那個 那個玩具沒有浪費掉 而且是真的喜歡他的小朋友 拿到 通常小朋友沒有 不會不喜歡 哆啦A夢吧 就是接受度挺高 還沒遇過說 不喜歡的小朋友 我這樣就是 我真的是路上 就是我好像就去便利商店 然後我就剛好看到有個小朋友 然後我就想說 欸 他看起來好像會喜歡 然後我就 隨便給他 然後後來 我要走的時候 那個媽媽還來攔截我 他就說 剛剛這是你送給他了嗎 謝謝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是食物的話 以前我會 我會想分給陌生人 可是現在疫情的話 可能就不太好 怪姐姐亂手 我不是怪姐姐 對食物的話現在先不要 現在好危險喔 是男生會被家長趕走 性別正確 小朋友也太容易被騙了吧 還好吧 又不是 又不是叫他跟我走 我看起來像是奇怪的姐姐嗎 我看起來明明就很善良 謝謝翔恩的會員票 今天服裝有哆啦A夢 哪有 哆啦A夢哪有穿背信 小時候有遇過這樣子的姐姐 所以現在才喜歡姐姐類型 真的嗎 真的嗎 是真的小時候有遇過這樣子的姐姐 我覺得有的話蠻好的 我小時候好像 沒有遇過 但我真的覺得 就是 成長過程中 特別是年紀小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一些美好的人事 我會改變你的一生 有摸頭嗎 沒有啦 因為 我前陣子才在看那個 就是 就是那些社會案件 有人在整理過去台灣的一些社會案件 然後 我就看到了正解的那一篇 其實我之前就有稍微 有一天我也是突然想到正解這個人 然後我就上網搜尋 然後前陣子看到有人 有頻道 在 在 重新整理過去的這些案件 然後 我又再看了一次這個 案子 然後我看了之後 我看到了 我之前在網路上沒看到的 就是他的 他的犯案 動機 我之前上網沒看到 但那個影片裡他是有 好像有找到 然後他就說 他發生的東西是因為他小學的時候 就是 有被兩個 女生 就是有 有被他們傷害到吧 就是那種嘴賤 口出一些 就是 有點欠揍的話 就小朋友 然後他就 懷恨在心 然後 就埋下那個 不好的 種子 就只是因為小學 跟班上兩個女生 除不好 也不是被霸凌 好像是 好像是 我記得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有點忘記是什麼事情 反正就是那種 超級芝麻的小事 然後反正就變成他一個 之後變成這樣的一個 種子 所以我覺得 小時候如果能夠遇到一些 美好的人事物的話 真的會改變人的一生 你覺得是唬爛的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 確實 那個是一個 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 種子 但是之後一定他有發生其他事情 他會變成 後來的他 但有時候看到這樣的人 我都會覺得我很想要 如果有機會 認識他們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改變他們 但也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改變不了 結果是我自己 受傷也說不定 但我 就會覺得好像 在發生事情之前 可能 七千個五年 十年 有機會認識到他們 搞不好 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如果大家都可以山賴他人 就可以減少買下這種 但有時候 可能也不是 有惡意的 就是 有時候就是 無意中傷害別人 每個人可能 或多或少都有吧 就 連我自己 我都不敢說我沒有過 就是 可能真的是 沒有惡意 但無意間傷害到別人 所以 就每個人的那個 你知道每個人用每個人的脾氣 每個人點不太一樣 有時候真的 很難拿捏 我也不敢說自己完全沒有過 就是 也許在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 傷害過別人 或是粉絲 我可能也就是 有時候我講話是可能比較直接一點 或者是開玩笑 就是 開過頭 或者是 就是可能每個人用每個人底線 然後有些粉絲可能因為 沒有辦法接受就離開 也有可能啦 就是 粉絲默離開也不需要跟我交代什麼 就是 所以 我也不敢說自己百分之百沒有過 就是 就連對粉絲 我覺得可能都不小心 就是 傷害到 某些人 所以 雖然 當然是可以的話 當然是不想 傷害到別人 但是 也許有傷害過吧 就是 不太能把所有話都說死 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地雷 對啊 我覺得特別是當偶像啊 接觸很多粉絲 就是 每個人的個性 都不一樣 也不是每個粉絲都 很可以被我嗆 有時候可能 嗆嗆走心了 也 對 其實合照會的時候 合照會的時候 我本來是覺得很開心的 對 但是 我後來我有看到有一個粉絲 好像 合照會之後不是很開心 對於我的反應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 就是我以為粉絲都很開得起 我玩笑 但是 沒想到好像要傷害到別人 對 我不知道那個人現在在不在意 也或許他沒有那個意思 反正就是 合照會的時候有一個粉絲 他來然後 我問他想拍什麼東西 他說 給我自己想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就說 那不然就拍一個 我是一個女王的姿態 然後你是那種 你要臣服於我 效忠於我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本來覺得這是一個 蠻 我自己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 因為我沒有拍過 沒有拍過這個 所以我就 就突然就想到了這個 然後結果 拍完之後 反正合照會結束 我一直都覺得 就是 就是都很開心 可是事後 收到的 回應是說 他覺得有點 難過 就是覺得 怎麼說犯Mina 但是呢 但是Mina卻指定這個Pose 感覺好像 是對他的不信任 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 是真的走心 還是 就是 不是很喜歡這個Pose 但 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 合照會我以為都很 開心 但沒想到 還 就是我有合照會 大家都會很開心 但沒想到就是 還是有讓別人不開心 而且是 我自己覺得 好玩 結果好像 好像 他沒有很開心 有人沒有很開心 我就覺得自己 就是有點失敗 就是好像 開玩笑也要開對人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接受這樣子的 親近距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什麼 其他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粉絲跟我很熟 所以我可以開這個玩笑 可是 有些人 可能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也覺得好 難去拿捏那個東西 所以 我有在反省自己 就是可能 什麼梗可以對 哪些粉絲用 然後哪些可能不行 因為像我那次 不是頭上帶一個 鹹魚嗎 可能有 我那時候 如果我看到 就是比較新的粉絲 我通常都會換回一個正常 因為我那時候也會擔心說 大家應該想拍漂漂亮的米娜 應該會想說 這偶像頭上帶鹹魚是怎樣 是什麼意思 可能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覺得很有趣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就想要更漂亮偶像拍到你 為什麼要帶個鹹魚 什麼意思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 就是 你懂嗎 就是怎麼講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 但我自己覺得 大部分的米粉還是 蠻有幽默感的 對 因為你們都可以 就是你知道在我直播間 跟我講一堆幹話 我覺得我講的幹話 比你們多 那你們都留下來了 我覺得其實大部分的米粉 其實是 很開得起玩笑的 但是可能 對於一些 不太 就對於新粉來說 我會比較可惜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底線 在哪裡 對 所以這個 亮度要怎麼抓 就是我還要再 摸索一下 即便我已經當了好像四年 我覺得我還是沒有抓得很好 就是 在一開始 的話 我以前個性很內向 所以 不太 腦袋轉不太過來 每次握手會啊 合照會什麼 都很擔心 就是很怕會 不知道跟大家說什麼 就很怕大家 很開心的來 然後結果就只得到我一句謝謝 然後可能 有些人得到謝謝就會覺得 很滿足了 就是 有把心意傳到 但有些人會覺得 只是一句謝謝很不夠 他就覺得 我給你那麼多 東西 你應該要就是 更 回饋我更多 才對啊 就是不是每個人的滿足感 也滿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以前對於這種 面對面活動 我都滿擔心 我很怕因為我的應對可能 不是很神 甚至 對以前不太會說話 甚至有點嚴 會 大家會對我印象不好 所以以前都是很擔心 就是還要想 怎麼辦 要準備什麼話題 很怕會 不知道要說什麼 對 然後現在的話 就是 覺得跟你們比較熟的 可以開一些玩笑 結果 還是沒抓好 其實有點小失落 我本來以為大家合照會都會很開心 對所以我也覺得 唉很困難 自己完全沒有底線 不行啦 還是每個人還是要有自己的底線 我也有自己的底線啊 以為鹽的比較吃香 沒有吧 大家大部分的人 好像還是喜歡吃糖多一點 嗯 哈囉勇哥晚安 瑞龍今天生日嗎 瑞龍生日快樂 我怎麼沒看到 等一下 喔 瓜葫今天生日 瑞龍生日快樂 Mina不管說什麼都會很開心 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看 再跟我熟一點 她奶奶一天到晚都被我嗆了 她每次都說我很 我很白目 我對你們已經真的算客氣 我有時候嘴巴真的很壞 真的 但我自己覺得 我自認我嘴巴雖然很壞 但是都是出自於內心的 就是 欸這樣是不是更不好 嘴巴很壞 還都出自於內心 我音樂怎麼突然停了 他好像閃退 當機了 自己的發言有很難聽嗎 對你們我覺得真的還好了 如果你們有時候受傷的話 我已經收斂了 還是受傷的話 真的 就是很抱歉 因為我真的嘴巴蠻壞的 真的關係好的都是刀子嘴豆腐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欸 不知道 沒有01壞 01喔 01有時候蠻壞的 你哪對面面會很壞嗎 有時候 有時候蠻壞的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 好像是合照會那天結束 然後因為 然後因為面面她沒有帶 她沒有帶師服來換 可是大家都知道她合照會的衣服非常的浮誇 然後後來她就跟公司借衣服 可是 沒有合適的 上衣配褲子 所以她就穿了一個很奇妙的搭配 然後那時候我們要一起走回家 然後走下樓的時候 然後面面就一直 她就覺得 天哪不要看我 我現在穿的超醜 超級貴 不要看我 然後我說沒有人要看你 她說不要不要看我 然後我就一根手在前面說 沒有人想看你啦 然後 我就覺得我真的超壞 她就一直在那邊很害羞 就很好穿 沒有人想看你 沒有 完全沒有人要看你好不好 你以為大家都想看你嗎 沒有人在看你 我真的很壞 不是嗎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她怎麼會沒有帶衣服去換 她衣服那麼浮寬 但說真的我覺得她 她借的公司的那一套衣服 也其實並不醜 就一身黑啊 其實真的 我覺得真的不怪啊 只是她自己心裡覺得 她自己覺得她平常不會穿這個搭配 她自己有點過不去 可是真的 那時候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啦 真的沒有人在看她 可能我臉皮比較厚啦 可能我臉皮比較厚啦 可能我臉皮比較厚 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就是 就是可能素顏啊 就是可能素顏啊 還是怎樣 我就覺得無所謂 沒有人要看我 好不好 我是隨便 對啦 她偶包可能比較 重一點 這領子是奶奶自己剪的嗎 不是 幹嘛 沒看過這個叫做什麼 幽靈 最佳損友 最佳損友 沒有 我是在給她建立信心 真的 就是 其實這個穿褲我真的覺得不著 而且 真的沒有人在看 是真的沒有 有點巨齒狀 沒有啦 有沒有有巨齒狀嗎 我看看 沒有啦 可能是因為我剛剛 因為我很怕會 吐光 所以我一直拉她 她是很平淮的 方嶺方嶺 這衣服是今天第一次穿 角度問題對 不是自己剪的 這是新衣服 真的好友就是跌倒時嘲笑的那一個 這個我不好說 有 有誰到我前面跌倒過 喔 李夢淺啊 李夢淺他 但那很久以前了啦 就是去泰國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那個Ager Festival的時候 第一次的 然後他就一邊走路一邊聊天 然後沒看到有放 路中間有放那個三角的 橘色的那一種 然後他就直接卡上去 然後我直接 我直接笑倒 然後我笑倒之後 走 走在前面的人回頭看 然後他跑過來扶我 他們以為我跌倒 我其實不是 其實是李夢淺撞到 可是我笑到跌倒 我沒有跌倒 我是直接笑倒在地上 然後他們說 Mira你跌倒了嗎 我說沒有 他撞到 我覺得我真的是很壞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真的是很壞 我壞透了 就很好笑喔 一個笑死一個跌死 對 我沒有跌倒 我沒有跌倒 對 所以我 我必須說我真的是一個很壞的人 對 大家每次都說 Mina是天使嘛 Mina很善良 我必須說我其實真的很壞 我壞透了 大家 我真的想到 我之前不是還在說 我自己 做過最壞的事情是什麼 這算 這是不是算蠻壞的 我之前沒想到 我確實聽壞的 在公司撞到住者是面面 面面好像有撞過 然後韓韓又有撞過 但我必須說 不管是誰 就是 你看到 潤面面跟Momo 這兩個的交情 我絕對是跟面面比較熟 但是 李孟臣跌倒 李孟臣撞到我 還是笑到 笑到 倒地啊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個 蠻壞的人 就是今天不管是誰撞到柱子 我好像 都會笑耶 我真的 就是 已經跟那個 人家說 最好的朋友 才會 才會這樣子 可是我好像不管誰 我都會笑 對啊 今天如果是我自己 走路撞到柱子 我應該也會笑吧 我也會笑自己 好笨 老闆撞到柱子 對不起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在他面前笑 我真的在亂交 老闆撞到柱子 不可以在他面前笑 你要笑先 轉過去笑啊 然後回來再 老闆你沒事吧 這樣 天啊我壞透了 我壞透了 找到鬥笑Mina的方法 我 我笑點很低啊 我很容易笑的 哈囉 哲偉晚安 不是 老闆跌倒 不是 老闆撞到柱子 你怎麼可以在他面前笑他 你等著被炒猶豫吧 真的是 要笑回家笑 好不好 馬尾好戰 這麼突然的嗎 這麼突然的嗎 我頭髮真的是 很久沒有剪了 現在超級慘 我終於也變成一個 長髮女孩 我已經短髮好久了 現在是因為疫情了 所以不太想出去外面剪頭髮 就慢慢把他流長 今天的妝也很讚 我也覺得不錯 我想到昨天奶奶還在跟我 昨天還是前天奶奶還在跟我 Murmur 他就說 他就說你的妝很無聊耶 你要不要多看一下小紅書 還是什麼之類的 不然你每次妝都長一樣 都沒有別的畫法 你要多看這些 然後我也 我就也有點不耐煩 我就說 我就對這個沒有興趣 就是 有些女生是很愛漂亮 然後可能 就是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美妝 什麼 所以也會有那種美妝YouTuber 就是他們真的是對化妝非常有興趣 會花很多的時間 在上面研究 但我興趣就不再化妝 你叫我花時間研究這個妝怎麼化 然後後來再卸掉再化 這真的麻煩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你叫我花時間去研究化妝 我還不如去彈琴對不對 我興趣就不在那邊 所以今天有不一樣嗎 沒有就一樣 我沒有要聽奶奶建議 所以我發現其實我自己也是挺固執的 就是 以偶像來說 對你如果好好打扮自己 你有更多不同的妝容 可能會更 吸引女生吧 就會覺得好看 但我 奶奶有建議我 但我不停 對我就沒興趣東西 你為什麼要叫我去學 對 所以我覺得自己其實是蠻固執的 手把歡樂世界 晚安 米娜化妝會化多久 我化妝 要看怎麼樣的妝 就是如果活動 活動的話大概要花半小時 就是比較精緻的妝 然後像直播的這種妝 我都是差不多花10分鐘左右 因為沒有畫底妝啦 所以很快 就是 就是把黑眼圈 摺一摺 只畫眼睛的部分 所以 其實很快 10分鐘 10分鐘不到就可以畫完了 聽說女生化妝到2小時 沒有人畫那麼久啦 現在還有人化妝那麼久嗎 我覺得現在應該很少人化妝要2小時 如果2小時那個已經聘沒整容等級的化妝了 而且現在 現在不是很流行什麼 霧眉啊 還有什麼 文眼線 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女生化妝應該也 也半小時就能化完了 因為像以前化妝 我同學以前化妝也是要化一兩個小時的 然後就說到底為什麼化妝要那麼久 因為我很努力的化很慢 但也沒有辦法化到那麼久 然後他就說眉毛就要化半小時 我想說 不忘 因為我眉毛大概就是10秒鐘 因為我眉毛很濃 我就是 基本上要化尾巴一點點 然後藍淺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好像 我問我很多女生朋友 他們都說化眉毛是最花時間的 但是因為現在技術一直進步 現在就有那個霧眉啊 所以他們就是 眉毛省了就是一半的時間 所以大家化妝時間都提升滿多吧 現在很少人化妝那麼久了吧 如果你哪裡不好 就是你都可以直接去弄啊 就是 你知道 眉毛可以去霧 然後好 聽說口紅好像也可以去 做半永久的那種 就是你 不擦口紅也純色很好看 然後還有什麼 反正現在什麼都可以弄啊 就是 很厲害的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目前是還不會想弄這些 就是 我喜歡自己那個 素顏的樣子 看起來很素的那種樣子 你們有懂嗎 喔還有睫毛 睫毛也可以那個啊 睫毛也可以去 就是 有些人素顏 這個什麼 中睫毛 那他們素顏的時候 睫毛就是一個一個很翹 就很像帶假睫毛一樣 所以其實 現在女生化妝應該十分鐘都能化完 就是 都 就是 基本上素顏就蠻好看的 但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素顏看起來 素顏就很漂亮也蠻開心的 但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我目前還沒有想要去弄這些東西啦 可能 以後我也會覺得 每天要畫很麻煩什麼的之類的吧 不知道 我也不敢把話說實 但我 我自己蠻喜歡很素的時候 就是 超級路人的那種樣子 中午直播吃東西的時候很素 對啊 就是 就是正常人啊 正常人素顏就是 就是長這種樣子啊 是 畫太多會變 異融術吧 但我化妝技巧也不到那裡啊 所以 去便利當年被認出來又很害羞 沒有 沒有 但是如果 我覺得完全是性別的問題 就是我被 男電影人認出來的時候 會覺得 天啊 就是想找洞鑽 可是被女電影認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還記得我 心動的感覺嗎 還記得我了 就是 我覺得我有一點 我覺得我真的是有點恐難 可能 就是被女生認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我甚至會想去 露收女電影的IG 我覺得我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 就 是不是恐難的關係 等一下我鼻子有點癢 那個 我洗一下鼻子 口紅都被我 擦掉了 好嗎 你等一下再補 感覺只是喜歡正眉 對啊 誰不喜歡正眉 誰不喜歡正眉 你們有人不喜歡正眉的嗎 直男的關係 我好 對我確實有點直 我很抱歉 對 對 又露手 沒有又啦 你們不可以 無賴我 我只 對不是常常 我也是會挑的 好嗎 對於卸妝或變個人 有什麼說法 但也還好啊 就我素顏的樣子 大家也不會覺得 不知道 我覺得大家可能看習慣了啦 就是常素顏的話 大家就知道我素顏就是長那個樣子 Mina會怕男粉絲嗎 是也還好 是也不會怕啦 以前會有點害怕 但現在已經 蠻習慣跟大家相處 小七店員應該都露手不好 不少吃了吧 我很少去小七其實 我會怕樓下 怕樓下 什麼意思 樓下的鄰居阿姨 第一次握手會不就嚇壞了 是也還好啦 就是 因為本來心裡就有一個底 就是知道握手會會跟很多 就是沒有見過面的人握手 對所以心裡有一個底了 只是那時候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怕不知道要怎麼對應大家 第一次握手會Mina的兔子妝粉絲才嚇完 有什麼好嚇的 那兔子妝那麼普通 怕有人不跟我握手 是也還好吧 第一次握手會的時候還沒有疫情 下一個留言的人的樓下 我看看 我對不起 我常常都理解困難 我會怕樓下 結果下一個是阿翔來應援 什麼意思啊 一直看誰是下一個留言的 天啊我反應好嗎 對不起 是 粉絲爆出自己的名字的時候會多一點熟悉感 有有有就是 會覺得 啊原來是你喔 但是我其實第一次見到大家的感覺是跟 直播的時候差好多 就是大家直播的時候都 怎麼樣 都是幹話很多 可是 實際見面的時候都比 我想像中 我就以為大家都是那種很活潑的 結果實際見面的時候發現 大家都是 是偏內向的居多嗎 或者是因為大家都初次見面要保有一點點 你知道就是 形象問題 小明晚安 兔子妝很記憶深刻 那為什麼後來就不找我了 本人是溫良公儉讓內向害羞 好 大家都是害羞內向的人 確診被關 好 好吧 原來這次 這次 因為這次合照會的時候 就是合照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記得 因為我之前常常把 三個粉絲搞混 對然後 然後我之後都沒有搞混了 因為另外會搞混的粉絲都 沒有來找我 只有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 可以講嗎 一個是企鵝 一個是 然後一個是 然後我之前會搞混他們三個 對 可是 因為後來他們其他都沒有找我 就只有企鵝 所以我就不會搞混了 但我有點 我有點 難過 就是想說 就是雖然我現在 我以前 會為自己搞混而感到苦惱 可是我現在 不會搞混了 我卻沒有很開心的感覺 因為 因為沒有搞混的原因 不是我終於弄清楚了 而是因為 會讓我搞混的人 都沒有再來找我了 所以我就有點 就是 雖然沒有搞混 可是 沒搞混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自己弄懂 你們懂嗎 就是有點 有點 有點難過 因為奇兒把他兩個搭個做這樣 奇兒你好 你好壞耶 新犯的最大難題就是這個 什麼難題 你說要被偶像記住嗎 幕後黑色 但是真的 不只這幾個粉絲會搞混 就是這幾個是因為他們有明顯特徵 我真的會搞混的 但是其他還有非常多粉絲 就是 全部都是比如說一個平頭黑框眼鏡的 很多這種粉絲 體型也差不多 甚至五六個排在一起 我真的會 而且之後大家都戴口罩 我真的分不出來誰是誰 真的分不出來誰是誰 就是真的很多粉絲都長很像啊 就是 大家都 為什麼大家都留一樣的髮型 然後穿差不多的衣服 然後 真的很難分辨嘛 有時候可能來找過我兩三次 然後 我還是 搞不清楚誰是誰 就會覺得很抱歉 但 就真的很像啊 有這麼多很像嗎 有真的 所以對名牌是很重要的 但對於有些粉絲就是可能看幾次我就記得 我就想說應該是因為 就是長得比較 有特色一點嗎 但我就覺得對於那種 來好幾次還沒有辦法被記住的粉絲 我就覺得很抱歉 我覺得他們會不會走心 就是為什麼一直沒辦法被小偶像記住 對 有些人可能是 聲音很有 很有特色 有些人可能是 就是 有一些 就是什麼 或是特別的衣服 但是 只要一換衣服我就認不出來 有時候認衣服啊 之後該留個辨識性的髮型 希望 好我也不太知道什麼 叫辨識性的髮型 對 橘色口罩 對 可是只要 我之前也有發現 有些粉絲可能他就是有自己 特別喜歡的某種顏色 他還穿戴在身上 可是一旦他今天換了一件外套 然後我就認不出來了 甚至有粉絲 兩天都穿灰色的衣服 然後我還以為是 他沒換衣服 結果 對我就直男 我真的是眼睛有問題 對 還有膚色 對 就是 救命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眼睛有問題 對不起大家 我真的 很努力想認出一點什麼 這樣是認衣服 不是認了嗎 就是都 有些人因為衣服比較特別 我就會認衣服啊 可是 他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有點認不出來 不是有點認不出來 是真的沒認出來 臭子能 我 你好臭喔 好困難喔 謝謝翔翔換員票 好希望 趕快可以 就是大家不用戴口罩 讓我 因為只能認眼睛 真的非常困難 有些人可能是鼻子很有特色 如果他鼻子長得像 Jackie Chan一樣 很大的話 那我就可以認他的鼻子 或者是 他臉上有 這邊有兩顆痣 就是超好認的 可是就戴口罩 變成我能辨認的東西 就很少啊 就不得不看衣服啊 什麼的 或是鞋子之類的 粉絲該團購同款宿舍梯 握手一起穿了吧 不是啊 你們穿我的 我的聖誕梯就好啦 你們都穿我的聖誕梯不就好了 你們要穿啊 我還是會問自己今天哪裡不一樣 我今天跟平常一樣 所以我沒問啊 搞不好Jackie已經跟我握過手 只是我沒認出來 有可能欸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了 我相信我的粉絲裡面是有Jackie Chan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現在改名叫Jackie還來得及啊 姓陳的話 穿了還是不認得 我 我會努力啦 我會努力啊 天天戴口罩 成員都認得出來 覺得成員很厲害 這有什麼好厲害了 就認什麼毛啊 有人改名Jackie了 你姓陳嗎 你不姓陳的話 不是Jackie Chan 那聲不是嘲笑 那個是 是一種就是 A piece of cake 這個 too easy好不好 有些粉絲就是 有明顯的辨識物 有明顯的辨識物可以辨別 跟Mina只差一天的黑流星 跟Mina只差一天的黑流星 有有 我已經記得了 是729嘛 這麼毛茸茸的手一定是 一定是堂鼠啊 毛多 毛多到外套蓋不住 都穿長袖不過熟的 還是用毛刃 我不知道 反正有些人就是 就真的比較好辨認 比較 我也不知道欸 但我長 我長相呢 如果戴口罩 大家認得出來嗎 謝謝小鳳閃光星星 不知道怎麼說 我 我戴口罩你們認得出來我嗎 一副倉鼠 我戴口罩 很瘦欸 我真的是飯拍 就是上下班路的飯拍都 很好看欸 因為我以前 以前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我飯拍常常會有 臉頰肉炸出來的問題 而且大家都不幫我修臉頰肉啊 我自己 照片都 有時候 側面的話 不太喜歡修 可是如果正面 我就是還是會推一點 就是比較美觀 可是你們在飯拍不幫我推 我們要推一下 真的是飛出來欸 口罩熟皮不是 我說之前沒有戴口罩的照片 因為大家都不幫我修臉頰肉 都推32%左右 你說推自己的還是推我的 說不定其實已經修口了 你說跟奶奶一樣 你就是臉頰肉 怎麼這麼垂 你不推下面 我修過了 當然是我的 有嗎 修了就沒有倉鼠特質 怎麼會 我這個倉鼠的特質 是由內而外的 好吧 他不是隨便修除就可以 修掉了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臉是不是變膨了 是不是夏天 我總覺得我好像夏天啊 我總覺得我夏天好像 就是天氣熱臉比較蓬鬆 而且還很 很膨欸 嗯 就讓人說 對啊 對啊 我對大家我已經 下單我的那個 直播的燈了 他還沒有到貨 可是不然我今天他又好好的了 還是下單了 對啊 但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 希望他耐用 用這個有一點預算嗎 其實我花錢沒什麼在算預算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買便宜的 而且我買東西不太衝動小費 就是買我真的需要的東西 對 就真的需要 為什麼不買 而且剛好我最近就是剛好花很多錢 就是 直播燈也壞啊 然後 然後 就是各種 各種東西都壞一遍 無意都拍了了 我現在還叮螢幕 我剛才叮螢幕了嗎 跟iOS一出app的時候一直發抖一樣 原來都是在發抖嗎 買便宜的話很快 蛤 不知道耶 我買的很便宜的 因為我看直播燈有賣100多塊 也有賣699的 那我當然是買100塊的啊 那我不知道100塊能用多久啦 反正就 壞了再說 喔對大家 然後我昨天去取貨了 我的無限跳神來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 但我今天我還沒有用過他 我只是當組裝上去而已 超期待他的 好可愛 100應該超小的 沒有一樣是10寸的 跟現在的大小一樣 有限 不是嘛 你們怎麼都這樣 我那天我也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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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看我的無限跳神 去取貨 然後奶奶也跟我說 這不是限 這明舊有限 不是嘛 就是他是這樣子的嘛 他就是 比較不佔空間啊 結果我 我昨天很興奮 就是跟奶奶在炫耀我 我就說 我的 跳神 他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結果奶奶看到他就說 他就說 那裡為什麼不買雙結棍 對 對為什麼 是 雙 還是會不會我其實可以練成雙結棍 我很怕難到自己 綁起來就是雙結棍 不是 他是跳神 他是我為了要訓練我就是 我的體能 在家做有氧的時候 可以用的 怎麼那麼短 因為他是無限跳神 這不是限 他是 為了要綁這個球球 這個重力球 他超棒的 我很喜歡 我覺得他手感 他手感超棒的 我喝了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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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嗎 我還沒有實際跳過 但我覺得摔下來手感很不錯 我明天就會開始跳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 外觀非常的好看 非常美觀 你看這個粉紅色的球 然後這個配色 非常之好看 而且他是 他是有副繩子的 這是他的那個繩子 也非常好看 你看 是這種 透明的 粉紅色的 超級好看 他這個可以替換 就是 就是你可以 有 有神的跳 但你在家怕打到的話 就用這個球 就好了 他配色非常之好看 我非常滿意啊 對啊 他可以替換的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想要有那個甩動的線 那個線的話 你就可以再換 而且換很方便 就是只要拔掉這個 拔掉這個黑色的頭 拔黑頭 夏天到了需要除黑頭粉 這樣拔掉然後拉出來 穿過去就可以 然後你這樣固定 這樣子就塞住了 就不會甩出來 是不是很方便 我好喜歡這個 比較有在跳繩感 真的有啊 就是跟真的跳繩一樣 而且因為他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重力球 他做的那個 就是他那個甩動甩起來 非常的有feu啊 非常之喜歡 看他能不能超過滾臉器的存活動 我現在還是有在用滾臉器的 好不好 我有在用 只是沒有像之前每天用 我昨天還有在用 我的滾臉器 我現在還是有在滾的 我們看 都瘦了 有沒有 滾一個小時不會滾那麼久 現在吐司節搓穿你 好 這個就是 通常不會直接這樣滾 我都是 就是洗完澡之後 臉還很蓬鬆的時候 因為洗澡 熱水澡嘛 臉比較 蓬鬆 然後 上那個保養品 我會上精華液的時候 先用小支的 現在拿不到 用小支的就是這樣子滾 滾我的眼下 就比較不會有一些那個 這種細紋 然後 因為滾它吸收差不多 再用乳液擦一次 臉比較 有滋潤一點的 然後再撈這邊 就比較不會太拉扯皮膚 然後又可以 有拉體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 油邊瘦 但你們看不出來 這次生日會沒辦法去 大家生日會還沒有賣完 還沒有賣完 大家 現在在看直播的人 還有人 還有人沒有買嗎 我想要再宣傳一波 但是 但是感覺 感覺看直播的大家應該都買了 不能買的就是 就是 不能去 不能來的 還沒買 還沒買 還在這裡幹什麼 還認著幹嘛 還不敢買 還不敢買 不是他 生日會非常的難得 兩年才 才睽違兩年才舉辦生日會 去年是沒有生日會的 然後 今年生日會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非常用心的 就是去設計我們的環節 表演 遊戲等等 還有給粉絲的福利 等等 還有我們的周邊都是非常之用心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 來參加 一定會 讓大家很開心 很開心的 又是來不了的一年 又是來不了的一年 可惡的疫情 謝謝阿凱人 祝祝你喔 周邊是什麼 可以先說嗎 可以先說嗎 還是大家想要驚喜 大家到時候就知道了 先不要 那不說 當驚喜 好 不說 來來就知道了 不可以看周邊是什麼 在決定 要不要來 謝謝 累了離開吧 的粉玫瑰 這名字怎麼了 之前韓韓有爆料過 你咬我鼻子癢癢的 你咬我鼻子癢癢的 你看我鼻子癢癢的 再補一下口紅 周邊很厲害的話會想多收紙份 我想想我覺得這次的周邊還不錯 就是 會蠻實用的東西 切禁亞會員票 是好看又實用的 這個顏色很夏天 謝謝吐司節 謝謝啾啾鳥 對不起我又有點想打噴嚏 所以這個臉 謝謝熊熊 對是實用又好看的 是我設計的嗎 是給羽霖設計的 因為羽霖對畫畫每邊這一類比較在行 對但我們一起我們一起討論 羽霖蠻會畫畫的 對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生日會 通常不是該說一起設計的嗎 是一起討論的 但是 但是是羽霖畫的啊 就是 蛤 為什麼 這是他畫的 為什麼 我們有一起討論 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一定要講一起設計的 是一起設計的啊 我們提供想法他負責畫啊 這樣不算一起設計嗎 還是你們因為 因為不是我畫的 我不是最後畫的那個人 所以就不想 不想要了 反正我覺得是很實用的 我覺得是很實用 也很好看的東西 因為 確實畫畫不是我很在行的人 那 每一場生日會都會有比較 比較 擅長美術方面的人 本來就是會負責 就是 畫的這個部分啊 不是本來就是這樣子嗎 反正 反正 我畫畫就沒有很好看耶 我畫十個提醒你們很開心 我們很用心設計的大家 是很用心設計的 好啦 就是 沒關係啊 就是大家 有興趣的話就來生日會吧 對 本來很想要 想要宣傳的 但好像不太會宣傳 還反效果 有點對自己失望 不會宣傳救命 反正就是很棒嘛 我們真的很用心 就是包括 生日會的布景什麼什麼 我們都 我們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討論說我們希望 這次生日會可以 很難忘 哪有這麼嚴重 沒有我就覺得 好沒事 就是 這感覺想宣傳結果好像 越講越糟了嗎 還沒有參加過生日會 如果大家那天7月16日有時間的話就來參加吧 如果不行的話也沒關係 不勉強 大家想存錢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之後還有7月的畢業演唱會 今天生日會會吃兩個蛋糕嗎 一直都只有一個蛋糕吧 那種感覺好像一直 強迫大家 要來生日會一樣 但 如果真的時間巧不容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跟我一樣 最近花太多錢的話 不來也沒關係 心意一到就好了 不想要強迫大家的感覺 有喜歡生日蛋糕的口味嗎 有啊 我們已經選好了 超級期待的 已經現在就想吃了 怎麼要7月才能吃到啊 虧威兩年 去年有吃蛋糕嗎 去年好像 忘記有沒有吃蛋糕了 應該有吧 自己買一個小蛋糕之類的 口味很特別吧 可是你們又吃不到 欸大家 來生日會蛋糕 大家吃不到欸 就是 只有 拍照而已 獸星可以吃到 可是粉絲 來生日會沒有蛋糕 我怕大家 因為有人問口味 我怕大家會期待 想要生日會要來吃蛋糕 結果 結果沒有蛋糕 希望大家不要有那個 宣傳不死的感覺 被受騙的感覺 大時候就知道了 反正我很期待 奶奶買了小蛋糕 我自己買的 是誰買的蛋糕 我忘記了 好像是奶奶買的 好啦 大家到時候就知道了 謝謝熊熊的防疫熊寶 對 現在都在防疫 大家也要 也要戴好口罩 然後 之前你們問我想要的生日禮物 我有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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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好 沒關係我先講 為什麼可是呢 是因為 我有想好了 前幾天的時候 可是 我現在有一點忘記 對不起 我應該要想到說 把它記起來 我前 我前幾天有想好了 可是 都等 直播走 我現在忘記 我記得第一樣 我記得我最想要的那個東西 等一下 熊熊要你好看 我不要謝謝你 金屬呢 等一下 我先講第一個 搞不好 我等下就想不到後面的人了 這跟沒有想好有差嗎 有 我有想好 我只要一個 你們 你們喚醒我的記憶 我就可以想起來 我真的有想好 這是我想了三個東西 沒有 我想了三個東西 可是我現在 真的想不起來 第二跟第三 對 等等 好 我先講第一個 我覺得我今年 我最想要的 生日禮物 應該是 鞋子 因為 因為我的鞋子 就是 就是 就是從爬山的時候 我就被大家 就是各種嫌棄 我 我的 那個已經磨到平的鞋底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就蠻想要買鞋的 就是各種 我各種鞋 因為還有我之前很常穿的鞋子 其實也現在都 就是蠻舊的 就好像差不多該換你 一批鞋了 就是 因為平常練武很常在穿運動鞋 所以鞋底很容易磨平 就是 我其實想要很多很多鞋子 就是大家知道我超喜歡 收集襪子 我襪子應該有100雙 我應該有100雙襪子 可是我的鞋子大概 就那麼幾雙而已 就最近挺想買鞋的 各種鞋 就是 涼鞋 涼鞋啊 鞋子啊 球鞋啊 環布鞋啊 各種 就是 各種鞋子 所以我是覺得不太 不太擔心會撞鞋啦 因為 就是 最近還蠻想要鞋子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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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叔叔要送鞋櫃 太誇獎了 襪子永遠都會少 其實我前幾天 我就是618在那個 Shopee的時候 然後我就 我就看到五雙襪子很可愛 就是 對 就是我又夾到我勾身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不可以再買襪子了 襪子 已經多到 就是我襪子是 自己有一箱的襪子 裝在一個那種 就是收納箱裡面 然後 我每次要穿襪子的時候 我自己對我每一雙襪子 我是如數加珍 就是我自己 比如說我穿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要穿那個 彩色熊熊的那一雙襪子 然後 或是我今天穿這個衣服 然後我覺得 很適合那個 湖水綠 然後上面有一隻鴨的那個襪子 我就是 我 雖然很多襪子 但我不會忘記 我有哪一雙襪子 因為我平常就是 常常會打開來 去看看他們 然後 對 可是我現在襪子已經多到有點 就是 然後我今天我想要穿那雙 襪子 但是我一打開 我就一直翻 然後 明明知道 我知道有那雙 就是要翻好久 才找得到那雙襪子 對 可是我每次看到可愛襪子 我就又很想買 但因為我這個 就真的花太多太多錢了 所以 所以我現在就 那襪子我還沒下膽 但我真的是 非常之喜歡 打開來看看 就很喜歡襪子 襪子很可愛耶 對 太多襪子不會有 不知道穿哪雙困擾嗎 我覺得還好耶 就是 我覺得穿什麼衣服 有什麼 是最適合他的襪子 用一間房間放襪子 沒有還沒有那麼多啦 但我就很愛襪子 我剛有說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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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不是說鴨子的襪子嗎 我會幫每雙襪子取名字嗎 不需要 到底誰會幫襪子取名字啊 你幹嘛你要剪指甲 你床上不是有一雙 不是一雙 有一把剪指甲 我一直講襪子 我連指甲刀的單位我都說 因為奶奶她很常 就是在床上剪指甲 所以然後她剪完之後 就會直接把指甲剪放在那個枕頭那邊 枕頭底下 一雙 一雙指甲剪 一雙襪子啦 奶奶要剪指甲 對 剛側臉她們 是不是我就說我側臉真的是 瘦到我媽都認不得 但要遮一下 側臉 是不是很瘦 我側臉真的是有夠瘦的 跟正面比起來 床上無法理解 我也無法理解 謝謝 謝謝太空的鍾情玫瑰 還有現在瑞容的 Kiss珠珠 奶奶今天要點手還是腳的 可能都要吧 好對 反正我想了一想我覺得 最想收到的禮物應該是 鞋子 然後第二個的話應該是 讓我想一下 好 完蛋了 我真的有想三個 我現在真的是有點想不起來 不是還沒想 我有想到 我只是又忘記了 我真的有想到 切金冷魔天輪 小東西嗎 小東西其實也可以 但我記得我那時候想的比較不一樣 實用物品 我到底想了什麼呢 阿波晚安 外套 外套 是外套嗎 怎麼 怎麼辦 我怎麼 我應該要寫起來的 我想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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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 我剛 我剛轉過去看到包包 我就想起來 包包 包包啦 對是包包 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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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頭 不是包包頭 是包包 就是小的包包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其實沒有 我其實沒有那種 我沒有那種 小小的包包 有啦 但是就是我現在的 小的包包 就是一個是 我上次買的這個小小的 可是阿 可是因為它實在是有一點太小了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放一隻雨傘 然後跟一個水壺 就滿了 就是 就是非常之小 所以說我每次背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才會把 就是我就沒辦法放我的錢包進去 因為放水瓶跟雨傘就滿了 所以我 才會把錢放在外面的零錢包 然後就不見了 就是完全是因為它太小了 我怎麼會帶兩罐 不是 這個是雨傘 然後我出門一定會帶水瓶的 所以就滿了 就沒辦法放其他東西 可是我又不喜歡 就是女生不喜歡背很大很大的包包 所以有時候我可能要 裝 稍微多一點的東西的話 我就會帶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稍微大一點的小包包 但也是小小的 這個的話就可以放 多一點東西很方便 可是這個的話 夏天拿 有一點點熱 因為它是毛茸茸的 所以其實 還滿想要 還滿想要 小小的包包的 就是不想要很大的 對我不喜歡大的 可是也不可以太小的 好困難喔 就很困難 所以我現在 就是 對 我覺得很困難 我覺得這個大小蠻剛好的 只是它就沒有 它就夏天有一點熱 就對了 但我最近也還是蠻長 蠻長 拿這個 稍微把小的雨傘給我比較實際 欸我這個雨傘已經 我這個雨傘已經很小了勒 你看 我這個雨傘就是 我的手的長度而已 你們看 我這手不算大 這雨傘真的已經超小了 因為我也是不喜歡帶很大的雨傘 對啊 就是那個包包真的太小了 再小就不能遮雨了 這個差不多啊 就剛剛好就是蠻輕便的 他很胖 你還敢嫌棄他胖 這個傘我是 是 跟奶奶買的 聽說這個是 有牌子的傘 我以前都會隨便買一百塊傘 然後這個是 有牌子的傘 要比較貴 對 反正他是名牌傘 對不對 也不能 算是名牌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牌子的傘 然後我想說 因為奶奶說跟他們 他們公司好像團購比較便宜 還是怎麼樣 對 所以就買了比較貴一點 我想說看看名牌傘有沒有比較好用 然後我用到現在我好像 沒發現有什麼不一樣 可這個會比較耐用嗎 我不知道 用不出差距 可能 是不是比較耐用吧 我也不知道 好看的嗎 就是 它是樹的 樹面的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蠻可愛的 跟今天的衣服也很配啊 是一個 薄荷綠的感覺 夏天 蠻輕的 便宜的閃容易就垂壞了 可是 可是便宜的閃 應該說閃本來就是會壞啊 因為有時候 狂風暴雨 我剛才突然很想唱歌 所以我剛才對 狂風暴雨的海 誰在等待 我們是堅強的小孩 有人聽過嗎 這好像是珍珠美的一個 對不起 對 就是有時候狂風暴雨的時候 的時候 就是雨傘會翻過來 就是再跪的傘也是經不起那個強風啊 所以 我自己覺得閃用便宜的有沒有差 反正就是一個消耗品啊 便宜的弄丟弄壞還不太會形同 對啊 在這個也還好 就貴一點點 在貴的傘它會號稱翻過去還可以翻過來 翻回來 翻來翻去 有終身維修的雨傘品牌 哇 這麼酷 可是我會膩啊 有時候撐一個顏色久了 我想換一個顏色 第三個想要的 我覺得可能是 有點想不起來 你們要再讓我brainstorm一下 brainstorm一下 粉絲性 粉絲性 粉絲性是 一定要的吧 以前很喜歡 Seven的摺疊傘 後來就沒有了 對 現在便利商店都只有賣長長的雨傘 雨傘顏色也會膩喔 不會嗎 不會膩嗎 有時候換 但雨傘壞掉的時候就很開心 想說耶 我這次要買更可愛的雨傘 第三個也是實用的嗎 應該也是實用的吧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實用的東西 應該說 覺得 就是別人送我的東西 如果我不用的話 很可惜 我自己也會覺得 比如說我送一個人東西 就我從來 比如說我送別人衣服 就我從來沒有看他穿過 我就會覺得 有點難過 想說他是不是不喜歡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送那個人東西 結果我常常看到他在用的話 我就會覺得 好開心喔 他應該很喜歡這個禮物 這樣子 超級難踩 我也覺得很難想耶 就是 怎麼會想了忘記 我覺得第三個應該 應該 應該是 應該是 大家自己發揮吧 看你們 就不一定 不一定要局限什麼東西 大家自己發揮 你們就是 最棒的禮物 禮物是不是不能被你們看到 不能被你們看到 為什麼 突然露嗎 禮物有很多限制 對 所以我現在在想還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東西是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給的 不然感覺你們 每次都很苦惱 感覺第三個應該是 運動用品類之類的嗎 有點 不是很確定 好 鞋子跟貓就很多選擇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吧 你哪會想要收到飾品啊 飾品 飾品可以啊 可以啊 運動品壓鈴之類 我一直在想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是 還有什麼東西是 在家裡可以 運動了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 該買的都買了 我好像該買的都買了 就是 滾輪 我覺得在家裡運動 有瑜伽墊滾輪 然後拉的那個 其實差不多了耶 還有什麼運動用品呢 哈囉我也會玩 我想到 我想到第三個了 大家我想到第三個了 是音樂有關的東西啦 音樂有關的東西 可能是 可能是 樂譜啊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音樂有關的東西 居然想起來 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突然想起來了 REST專輯 哪有REST專輯 是Reset好嗎 就是對音樂相關的東西 但是我也想 我也不太知道 音樂相關的東西 有什麼 就是 如果不能用到電的話 有什麼是 音樂的東西 可能口琴之類的 不用電的樂器 反正 對 不插電的很多 反正我覺得音樂的東西 好像 都蠻不錯的 陶笛 大家記得我上次去九份的時候 有買一個陶笛嗎 結果那時候還以為自己會好好用 買了一個 我是買了一個 什麼 是奶瓶造型的陶笛嗎 超可愛的 然後結果 根本現在就沒在吹 謝謝Eason的小氣蹦蹦 根本放灰塵 沒有要好好收進盒子裡 沒有灰塵 陶笛這種東西 怎麼講 看著很可愛就買了 結果根本沒有在用 現在拿來吹 我要找找 還在還在 大家 對不起 我又想到另外一個東西 雖然我已經講了三個 但我想到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寫真集 我剛剛突然講 你剛剛講專輯的時候 我就突然腦袋有寫真集的畫面 嗯 會不會跳太多 剛剛講音樂 突然講到寫真集 就是美少女的寫真集啊 美少女的就可以 就是你們看過的也沒關係啊 就是 你們可以看完 然後再 就是不要的話 就 就是 拆過風不能說 就是喔 好吧 你們來 因為我覺得收到寫真集好像挺開心的吧 要辣的還是猛男那種 當然是 當然是美少女啊 我對男的沒有興趣啦 真的對男的沒有興趣 我要美少女 請給我美少女 我渴望美少女 我記得有一次看到 林依有收到寫真集 然後 然後我就說 哇這是誰的啊 然後 然後他說是他的 然後 可是因為他那天要帶回家了 然後我就 我本來要回家了 那時候練完我已經很晚 然後我就因為林依要把那個寫真集帶回家 然後我就 我就留在公司看 然後這樣後 我看起來 你看不得了 我那個寫真集 一本這麼厚喔 我看了 我看了半個小時 我大概只看了五頁左右吧 就是 怎麼可以看那麼久啊 就是 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看不完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一頁就 結果他看十分鐘 我看了 我真的很好看耶 很好看耶 對 我在學術研究 名畫 這是名畫 大家 超級好看的 寫真集啊 對啊 然後我一夜看超久 然後我那時候看已經看到很 好像快十一點了吧 然後 然後 我想說不行 我真的要回家了 然後我就問林依說 蛤 你今天就要帶這本回家嗎 可是我還沒有看完 還是你可以就是 就是之後再帶回家 他就說好啦 那他 後天再帶回家 然後叫我明天再來看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就一天看一點這樣 可是我最後還是沒看完 因為三天根本看不完一本寫真集啊 這一夜就 看超級久耶 大家聽得懂 這 就是對 這寫真集很棒 我也看他 就很好看啊 可以透透是誰的嗎 我那時候是看小莉有儀的啦 但是其他美少女我也 非常歡迎 台灣的日本人都可以 我就是 反正只要美少女 美少女有誰不愛 沒有人不愛美少女了吧 我沒有收過寫真集耶其實 所以 我剛好 我剛突然想到 我覺得寫真集 不錯 有尺度限制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必須說我對於那種很暴露很露的那種大尺度的我其實是沒什麼興趣 就是我是嚴控啊 我喜歡看漂亮的臉 對 我對於那種露很多的反而沒什麼感覺 對 而且 就是看那些寫真集的話 我可以學習他們的那個 表情跟Pose啊 就是對我自己的照片也會有幫助 像我記得那一次握手會的時候 我穿我的聖誕梯要拍照 但是我突然 我就覺得自己每次拍照都 因為我的那個聖誕梯我之前就有拍過照了嘛 然後 然後 就覺得好像 每次拍照好像Pose都差不多 我自己最愛的Pose就是這樣啊 就筆布啊 然後還有什麼 這些啊 只是比較常見普通的 就出了點假啊 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Pose 然後我就想不到 然後我就 公司那邊有那個書報價 就是每天會有新的報紙 然後還有一些雜誌 然後我就隨便拿一本雜誌就翻一翻 然後就翻到看到裡面 有這個Pose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愛 我就想說好 我就來拍這個Pose 所以 所以 因為我照片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個Pose吧 我就是從雜誌偷來的 所以我覺得雜誌還是 就蠻有幫助的吧 就是可以學它裡面的一些Pose啊 或者看它們的一些穿搭也好 然後還有重點是有美少女很棒 就是 對 好啦我提供 我提供蠻多東西了吧 就是對 給提供大家一些想法 啊 麻尾控 麻尾控 是不是有一首歌 是不是有一首歌有唱到麻尾 現在還記得是哪些嗎 我記得 第一個 第一個是那個 第二個是包包 第一個是什麼 我剛剛講了我又忘記了 等一下我不要看你們的留言 我剛才第一個是 我最想要的東西 鞋子啦 鞋子我想起來 鞋子 我就說我的機心棒 我真的要鞋起來 我真的要鞋起來 救命 唉唷 這有這麼容易嗎 我不知道 我就說我真的有想好 我真的有想好那時候 我真的是 鞋子啦 我真的老了大家 好在同程是鞋子 第二個包包 小小的包包 對 什麼材質都可以小小的就好 然後第三個是可能 音樂類的 東西 對 然後 再來就是寫真集 美少女的寫真集 我不要猛男 誰都猛男我把它消掉 不是我送給麻油 對男的 對男的沒有興趣啦 不能送吃了 不然應該要送隱信 我也覺得我記性也 太差了吧 好就是這樣 你們自己筆記起來 我沒有筆記 然後我下一次 我明天就會忘記了 所以你們要記筆記起來 我真的忘記 第四個才是真正想要的 沒有第四個我是覺得 就是如果你很 不太擅長挑東西 然後 寫真集應該算是比較 比較好入手比較容易的東西 就可能你 可能你到Mina生日的前一天 就Mina生日了 去便利商店買一本寫真集 就是那種很隨便 不需要花時間的 挑禮物的那種 很漂亮的男生 很漂亮的男生喔 還好 蛤 不能沒上你嗎 便利商店沒有賣鞋給你 沒有賢氣臉啦 如果三下至九的話 可能還行 其實大家不太認識 會不會收到一卡車寫真集 你們到底覺得我是有多愛寫真集 我是在學習他們拍照的Post 好不好 就是要多看雜誌 增加自己的練習一些Post 就是要多看雜誌 還要多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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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守上墨 沒有聽過誒 鞋子真的是最最最最想要的 感覺鞋子就沒寫真集想要 不是 真的鞋子是最想要的啦 鞋子比寫真集還想要 所以鞋子是第一想要的 寫真集真的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收到美少女的寫真集沒有 沒有 沒有不開心啊 沒有人會不開心吧 他強調鞋子的size 37號啊 37號就是23敗 講到血真寧眼睛發亮了 我有嗎 我有嗎 鞋子不能送 沒有啊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是有不好的意思嗎 因為都有心進來米粉 對 我的鞋子是37號 鞋子的鞋音不好 不會啊 鞋子一定要 一定要一對在一起啊 不可以分開 沒有人摔一隻腳出門的 鞋子是不能分開的意思啊 是在一起的意思 鞋子是叫人走的意思 沒有啊 可是走 走也是一起走啊 沒有人鞋子分開穿的啊 鞋子明明就很好的意思 鞋子只送一隻 鞋子買一送一 買一隻送一隻 有這個習俗 我覺得鞋子是好的意思啊 因為鞋子一定要 一對在一起 不會分開的 鞋子不超過3000 鞋子 我還沒買過超過3000的鞋子 鞋子有超過3000的 有有有有 有時候去那種 運動用品店就看 五千了 換回去 從來沒有買過3000以上的鞋子 還是男生的球鞋比較貴 鞋子還有上萬的 真的是 好可怕 我的鞋子 蠻便宜的 3000是幾本 我沒有買過 我的鞋子 就是 球鞋的話會比較貴啦 但如果是一般的 一般的 可愛的鞋子啊 可能就 一兩百就有 可能 有的三四百啦 差不多五百內 五百內而已 球鞋確實會比較貴 有喜歡什麼類型嗎 嗯 你說美少女的類型嗎 我喜歡那種就是 妝不要太重 就是 就是 那個 有種那種清新可愛的那種 對 我比較喜歡清純類型 不是問 不是問美少女的類型嗎 你是說鞋子的類型是不是 鞋子喔 鞋子的類型 鞋子的類型喔 很多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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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蠻想要 蠻想要 我覺得帆布鞋或者是那種 那種 嗯 小白鞋 然後我最近也蠻喜歡那種 就是奶茶色或是灰白色的 鞋子 然後涼鞋長鞋 也都蠻需要的 對 鞋子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種啦 都蠻 最近的那個 怎麼講 購物慾望有點強烈 對 芝麻牛奶 對 芝麻牛奶 或是什麼奶茶色 今年好像都挺流行的 水上說鞋子低就是鞋真低 不是啦 我以為剛剛在問我 不是問我 喜歡的類型嗎 清純可愛的鞋子 是 奶茶色是去年 今年也很流行啊 好啦 反正就 真的啦 最想要的是鞋子 鞋子跟小寶寶 好啦 就是這樣 你們不要再搞混我了 對 你們不要再搞混我了 就是這樣子 我喜歡白皙的美少女 對 我比較喜歡白皙一點 所以我自己也很怕自己 曬黑 我是那個 以白皙美少女為目標 然後再努力的 對 音樂相關美少女的寫生 怎麼感覺有這種人啊 怎麼感覺有這種人 還是就是我 音樂相關的美少女的寫生 不就是我嗎 結果在說明人都有寫真的部分 不是 這個是因為 有嗎 我剛才講了嗎 你們我可以說明其他的 對對對 好我們現在不講寫真 你可以說明其他的 如果你們想聽的話 我只是覺得 因為寫真集怕Range太廣 你們不好下手 所以我才多提供情報 其他的話 我就想說你們應該會有 就是自己有自己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要左右說 我就是要那個牌子的什麼什麼寫 就是我不想要指定 就是因為禮物是 送禮的人的心意啊 就是 他送什麼禮物是有他的 那個想法在的 所以我不想左右大家 但寫真集的話 因為Range很廣 如果我真的 如果你們真的有人送我猛男寫真集 我真的是會 我真的是會 把它就是送給麻友 有喜歡的牌子知道也比較好 喜歡的牌子 我覺得還好耶 我寫字很多都是沒有牌子 欸怎麼 突然是love休息 你有沒有想過送的人 其實不想是要 所以我這提供不想思考的人 你就隨便找一本 美少女的寫真集 有沒有 你先自己看完 好嘞 然後再把它包回去 美少女寫真集 沒有什麼好思考的 欸這個是無伴奏 不是無伴奏 無人生人 爺爺的消防局有出 寫真嗎 有啊 可是爺爺沒有被選上 他很想要拍猛男寫真 可是他都沒有被選到 他很難過 他說要明年再努力 自己看完就留下了 也是可以啊 看美少女 有益身心健康 下完還選擇姊姊過神自己收下 沒關係啊 我對男的沒什麼興趣 我可以給經濟姊姊 等一下我鼻子有癢癢的 嗯 爺爺有六塊劑嗎 這個我不清楚我沒看過來 但好像是 就是有在健身就對了 但是還 沒有辦法到消防猛男樂力上 因為上面的人都更厲害 那 今天來唱下一歌吧 今天大家想聽什麼歌呢 我們先來唱一個reset裡面的歌 我們先來唱一個reset裡面的歌 我看到他有很多歌沒有唱過 謝謝志玲的粉玫瑰 看一下今天是今天的服裝挺夏日的 要唱什麼歌呢 你誰還能理解我的服裝 好像可以唱個 毒蜘蛛之類的嗎 這也是很適合女友 可是 女友有唱過嗎 我怎麼覺得女友唱過的 reset 可以啊 reset還是女友啊 夏日是毒蜘蛛 因為比較清涼啊 顯得皮膚很白 對不對我今天穿這件的時候 奶奶也說穿這件很顯白耶 超開心的 女友我有唱過嗎 謝謝果果的玫瑰 搬家沒唱過啊 女友沒唱過喔 還是唱個女友 女友居然沒唱過 為什麼我覺得每次你們都點這首 我知道搬家兒沒唱過 目前唱過的是 新端拼圖檸檬 檸檬衣服 星空輸光 逆轉 逆轉我有唱過 你一樣的王子殿下 逆轉王子了 那時候叫王子吧 在意你最愛的我 蘇光 蘇光我有唱過了 喔有 謝謝整理 我真的是忘記 那唱可以做你的女友嗎 那今天的顏色是那個 那個 那個顏色 好 這首很久以前有唱過 還沒出英人的時候唱過 出了之後還沒唱過 想不到真的會有那樣的時候 發生的不知說錯 好無宇宙線索 像電影盡頭 憧憬的學長忽然換住了我 超鴨魚他知道我 名字叫什麼 我非偷偷的聽過 這球賽不能夠 沒你的加油 他說完轉身就走 周圍瞬間沉默幾秒鐘 馬上一陣下氣候 可不可以讓我做了你 你有強硬伴進你的心 雖然是分了心 或許一點好臉皮 還等待你回憶 可不可以從現在起 要我強硬伴進你的心 因為我很容易 陷入糾結的夢裡 拜託你別逃避 如果不行就不行 但請至少給我有個D 一小謎題 謝謝一個閃光星星 我明白你總會有好多人追求 一下子無法接受 如果我只是其中 你遊戲的玩偶 肯定忍耐不了疼痛 不禁的反覆捉摸 誰也跟我想同 也幫你故造拍手 你好啦啦隊長 被公圈沒辯駁 究竟該不該擔憂 露出麻煩的表情看著我 帥的我們臉紅彤彤 你 可不可以讓我替你親手 料理尾巴你的心 為了便當吵起 黑眼圈都不在意 還等待你回憶 可不可以讓我替你親手 料理尾巴你的心 偶心的歌星 不自覺了而忘心 媽媽我別客氣 如果不行就不行 乾淨乾脆的搖頭離去 不要猶豫 一旦放棄了機會退縮 遺憾將比上個失落 可不可以讓我做你女友 強硬扳進你的心 雖然是分了心 或許一點好臉皮 還盼望你回應 可不可以讓現在情讓我 強硬扳進你的心 因為我很容易陷入交界的夢裡 拜託你別逃避 如果不行就不行 但請至少給我有個D 介紹謎題 我不要再唱了 不要再唱了 謝謝瑞蓉的Kiss珠珠 謝謝米酒 謝謝土司底 謝謝Akira 謝謝泰山的告白氣球 謝謝東龍掌聲鼓勵 謝謝哈哈還有蹤影 謝謝竹倫 謝謝土司底 好 今天直播好像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到這裡了 謝謝德瑞克的摩天輪 本來想說要不要再唱一首 可是今天好像沒有特別練什麼歌 時間也差不多了 下次再唱好了 今天禮拜一 下次直播禮拜五晚上9點 大家禮拜五 晚上9點見啦 先天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小拐面線 12名是阿凱 11名是泰山 謝謝泰山 第10名是俊佳 謝謝俊佳 第9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8名是阿吉拉 謝謝阿吉拉 第7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6名是中尼 謝謝中尼 第5名是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第4名是金 謝謝金 第3名是土士吉 謝謝土士吉 第2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謝謝熊熊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好啦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啦 大家禮拜五 9點見啦 大家掰掰 晚安 掰掰 因為你的耳環是跟奶奶結的 是貓頭鷹喔 然後跟衣服顏色很大 可愛吧 大家晚安 掰掰 我要抓我的馬尾 不然就看不到 掰掰